什么时候可以买到辉瑞BNT的儿童疫苗 如果你没有本事 弄了两个月都买不到一剂疫苗 你要不要让民间团体进来协助 国民党副秘书长王允敏 要政府赶快给答案 台湾6到11岁的儿童 到底能不能选择打辉瑞疫苗 美国只打BNT 日本南韩也是施打BNT 欧盟也是BNT 家长通通都跳脚了 为什么 因为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白老鼠 不少家长担心莫德纳副作用大 希望自己的小孩可以接种 许多国家开放的辉瑞儿童疫苗 但是指挥中心强调 日前四方协商卡关也没有政治力介入 但却传出有相关人士透露 去年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向BNT采购1500万剂疫苗的时候 厂商也承诺了今年采购有 开口合约的性质 根本没有买不到辉瑞儿童疫苗的问题 然后你到四月才跟我们讲这种话说 我们自己要来买 所以意思是什么 不想要让郭台铭抢手功劳吗 德国的BNT跟美国的辉瑞 他们是共同生产这一支疫苗 那儿童再去施打 儿童疫苗的时候 它只是剂量的问题 说到底就是因为民进党 就是因为陈时中 就是因为蔡政府他的心魔 不想要透过上海复兴来购买BNT疫苗 那么国外的月亮就特别圆 也有许多的家长当时对于12岁以上的噱头 施打的所谓不良反应 在BNT身上的时候也建议要还打 辉瑞儿童疫苗是买不到 还是不想买又引爆蓝绿护俏 不过儿童打莫德纳跟辉瑞疫苗 难道会有什么差别吗 所以理论上 不管你BNT莫德纳都可以使用在儿童身上 没有问题 莫德纳的实验是做了五六千人 事实上有时候看不到一些 新纪人护照是可能的 但是呢 即使是新纪人的风险也是很低的 像医生强调大家普遍认为 莫德纳对于儿童的副作用比较大 可能还是跟实验人数有关系 不过疫苗是打在自己的小孩身上 就怕出现任何意外 每个家长都承受不起 欢迎新闻 叶秉杰杨纸玉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证明语 请订阅词 请订阅词 请订阅词